王妃姐姐 这件事情本就不是妹妹的错 王爷昨晚虽是在妹妹的房中 但妹妹毕竟是王爷的女人 怎敢私自将王爷叫醒 若是王爷怪罪了怎么办 而且 这姐姐不也没什么事吗 只是染了些风寒 让大夫看看不就行了 何苦让王爷大晚上的跑一趟 宋雪 你不过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小妾 竟敢用这种口吻对本王妃说话 你不要你的见面了是不是 哎呀 姐姐莫要生气啊 雪妹妹也是为了王爷着想 昨个王爷从宫中回来后就休息了 昨晚姐姐不过是感染风寒 雪妹妹 只是不想让王爷太过劳累而已呀 另一名身穿粉红色服装 娇艳可人的女子 上前劝说道 杜可 这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一个个的都是狐狸精 巴不得王爷爷爷都睡在你们那 本王妃昨夜染病 差遣红林去换王爷前来 宋雪 你胆敢不通报王爷 就单凭这一条我就能将你赶出府去 自从她嫁入王府 王爷闲少来她房中 昨夜她染了风寒 想要趁此机会让王爷来看看她 可是这个贱人竟然横加阻挠 不让王爷知道她感染了风寒 王妃姐姐可不能这么辱骂妹妹 妹妹经常要伺候王爷也是很辛苦的 妹妹都已经解释清楚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了 王妃姐姐愣是不讲理 叫将妹妹驱离出府的话 妹妹也是没有二话讲 不过 等下王爷下朝回来见不到妹妹的话 到时候 说是怪罪姐姐 那可就不是妹妹的错了 慕容疏雨色 身形颤抖 明显气得不轻 站在一旁的大丫鬟红林 立即上前扶住慕容疏 慕容疏一把推开了红林 目光恶狠狠地看着宋雪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倒要看看 王爷会不会为了一个身份卑贱的小妾 来责怪本王妃 话落 她立即欺向宋雪 那气势当真要杀了宋雪 一声惊呼 头破血流 王妃 王妃都已经昏睡三天一夜了 现在还没有清醒 不会有什么事吧 这宋夫人只是个妾而已 也敢将王妃不放在眼中 现在王妃还昏迷不醒 可她却疑似也没有来探望或者赔罪 听在二夫人院子中伺候的一个粗屎丫头说 昨晚二夫人去向沈测妃哭诉王妃的不是 当时王爷还在呢 雨落 以后借记 不要说主子们的是非 否则让他人听去 有你的好果子吃 届时 就算我也没有办法保你性命 伤得还真不轻啊 王妃 您终于醒了 将帕子给我吧 我摔破的势头 不是脸 应该 没有毁容吧 回王妃 您的脸上没有受伤 出去吧 我再休息一会儿 红灵点头 是 王妃 正当她转身要离开的时候 门外又有了声音 姐姐清醒了吗 王妃 沈测妃来了 沈测妃 就是掌管着南洋府的沈柔 她来做什么 是来替宋雪讨公道了 哼 这些测妃小妾 是否忘记自己是什么身份了 一个个的都飞上天了吗 鸭子 想要睡个嚎叫都不行 出去对他们说 本王妃在休息 不见客 红灵点头 走到门前时 就听到外面的几个丫鬟说道 见过王爷 王妃竟然将王爷聚在门外 眼睛闪了闪 红灵立即推开门 走了出去 王妃昨天摔伤了头 现在还有些昏昏沉沉的 不方便见客 请王爷审测妃 二夫人见谅 让姐姐好好休息 改日我们再来探望姐姐 生如其名 还挺温柔的 不过就是不知道 这温柔的背后 是否藏着一颗狠毒的心 要是没有野性的话 又怎会掌控府中大权 然后却任由小妾 骑在王妃的头上 奴婢替王妃谢审测妃 王爷 王妃受伤与贱妾 绝对没有关系啊 前天晚上贱妾也是为了 王爷的身体着想 才没有叫醒王爷的 可王妃却始终不相信 当时就要来打贱妾 贱妾根本就不敢躲 根本就没有预料到 王妃会因此撞到头了呀 若早知道王妃会受伤 贱妾一定会主动上前跪下来 让王妃教训的呀 闭嘴 妹妹 此时王爷定会解决的 妹妹此时无需自责 姐姐是不是伤得很严重 本王妃还没死 一大早的就来哭丧 王妃 王爷 沈侧妃 二夫人来探望您了 让他们进来 不知王爷 沈妹妹 宋妹妹 来找本妃有何事 她怎么会这么平静 昨天晚上还歇斯底里呢 这么平静可不好 要不然 接下来的戏可不好演了 姐姐 昨天是妹妹冲撞了您 妹妹知道错了 请姐姐不要怪罪妹妹 只要今后姐姐要训斥妹妹 打骂妹妹 妹妹一定不会躲 而且还会主动跪在您的脚边 任您打骂 姐姐 宋妹妹也是无意 毕竟看到姐姐受伤 她也很自责 昨儿个立即找了妹妹 跟妹妹忏悔呢 姐姐就原谅她这一次吧 既是忏悔 为何不来向我忏悔 难道我死了 没有办法跟我忏悔吗 而且 我倒是想知道 究竟接个是来陪礼道歉的 还是来找茬的 如若是道歉 就别做出一副楚楚可怜 满眼泪水的模样 我是骂你了还是打你了 让别人看到 还以为我是个 不通情达理的性子 既是来忏悔的 那你就说说 你错在哪里 别总说自己错 还说不出个理由来 怎么情况和我想象中 完全不一样呢 看来 身为南阳王嫡妃的我 身份竟然如此低下 一个妾 就不将本王妃放在眼里 无视本王妃的话 还是说 在南阳府中 所有的妾 甚至是下人 都可以爬在本王妃的头上 而本王妃 只能任由你们抹黑 欺骗 妙逝 嗯 不是这样的姐姐 不是这样的 妹妹没有不将姐姐 放在眼中 难道是有人在背后支撑 哦 姐姐 妹妹 本王妃从不记得 家中有你这样一个妹妹 王妃 是妹妹错了 妹妹今后一定会谨守规矩 不会再越决 如今是沈侧妃 掌管府中之事 那么这件事 理应有沈侧妃来处理 哼 就这么两个人 竟然平生出这么多妖蛾子 这 此事只有一 没有二 今天就这么算了 不过 具体怎么惩罚你 就看沈妹妹的决定了 宋 宋妹妹此事做得的确不对 是我平日里放纵了你们 赎金 放下这等措施 还害得王妃受伤 怎么说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但是念在室出饭 就罚宋妹妹 禁足在北园一个月 好好反省反省 王爷 这样的处罚可以吗 姐姐 妹妹这样解决 可以吗 还好 王妃今日没有耍性子 否则王爷在这儿 还不一定会出什么乱子的 到时候肯定不好收场 现在看来是最好 最起码 王妃占了上风 以后这二夫人 恐怕不敢 再不将王妃 放在眼里了吧 还有什么事吗 呀的 不知道我受伤了吗 该解决的都已经解决了 还那着不走 平白地耽误了我休息 难道 王妃想清楚了 不该大吵大闹地 获取王爷的注意 真是该死 沈侧妃立即起身 走到床边 对慕容书叮嘱道 妹妹那里 有一颗西方进贡的人参 很补身的 妹妹一会儿 差人送来给姐姐 这几日 姐姐养好身体 等姐姐身体好了 妹妹请姐姐赏花喝茶 那就谢谢妹妹了 打扰姐姐这么长时间 现在无事了 妹妹也该离开了 姐姐有伤在身 就不送妹妹了 宇文墨走至门前时 脚步顿了顿 回头扫了一眼床上 已经合眼休息的慕容书 黑眸闪了闪 王爷 哼 我是高看了宋雪 想不到在王妃那里 她没有占半点上府 还被王妃玩弄鼓掌之间 这王妃莫不是撞坏了脑子 怎么今儿个醒来了 倒变了个性子 往常王妃可没这么冷静 早就月儿夫人打起来了 若是撞坏了脑子 怎么会有如此清晰的想法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为的支招 那会是谁啊 王妃身边的大丫鬟 红灵 若是如此 夫人 咱们以后一定要小心提防她 若是她在背后支招 让王妃来对付咱们 恐怕到时候肯定会有不少麻烦 侧妃怎么从王妃那回来后 就一直若有所思呢 是不是因为 王爷又进宫而担心呢 王爷进宫自是有事有忙 我无需担忧 不过 今日王妃的举动 尚我存了疑惑 王妃怎么了 没事 不过让家人多注意王妃 有事就来禀报我 是 晚上让大厨房多做几道 王爷喜欢的菜品 日后最好相安无声 否则没事就来招惹我 就别想着 我会轻易地放过 不过嘛 本王妃在京城里的几间铺子 现如今怎么样了 十间铺子都是王妃的嫁妆 虽然这两年有些精英不善 但是加在一起的盈利 每年也有一千两左右 将这几间店铺 两年之内的账本 交给本王妃看看 然后 让掌管几间铺子的掌柜 这也难怪 两年内都不管不问 几个暂时当家的人 怎么会没有一丁点的 其他心思呢 十间铺子 平均每家每年一百两的银子 这似乎也太说不过去了 以前的慕容书 脑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 江湖 陈年老醋 就再无其他的了吗 如果有一天 宇文莫休了他 他恐怕只能回娘家 受尽娘家人的耻笑了 不需要 明日 将这几间店铺的掌柜换来 是 咱们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是 王妃 前面有个亭子 正好可以坐着休息一会儿 这湖水里还有鲸鱼游荡呢 嗯 去看看吧 本王妃今日 有什么地方不对吗 王妃今日很美 这个时候 从远处行来三位 貌美如花 精心装扮的女子 王妃 是大夫人 三夫人和四夫人 见过王妃 三位妹妹无须多礼 起身坐下吧 王妃今日好兴致 前来这前院花园来赏花 只不过有些可惜了 王爷这几日不在府中 所以待在这前院 就算一日的时间 也见不到王爷 王妃今日有心情出来赏景 应该是身体痊愈了吧 这段日子 见妾几人之所以没有去看王妃 主要是怕饶了王妃休息 希望王妃不要责怪 大夫人见两个人 都开口说话了 她笑容可惧地 看向慕容书笑的 这几日 沈策妃也提及到了王妃 渐渐心知王妃无碍 悬着几日的心啊 也终于放下来了 本王妃身体已经大好 有劳你们担心了 听说 半个月前 王爷去看了姐姐呢 是啊 王爷和沈策妃 一同来看望本王妃的 好像晚上是在 沈策妃院子里休息的呢 看来在王爷心中 沈策妃的地位 无人可以动摇啊 不确如此 否则 王爷怎会将府中的事物 交给沈策妃来处理呢 咱们唯一的责任 就是伺候好王爷 其他的事情 还是不要多交妄想 今儿个的大夫人怎么怪怪的 杜妹妹说的是 你们的职责就是伺候王爷 最好能为王爷开支散业 毕竟你们三个人中 入府最长的已有两年 最短的也有小半年了 到现在也没个声响 就算本王妃不追究 沈策妃和王爷 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妹妹们怎么不说话了 是本王妃刚才的话 说得太重了吗 妹妹们无需放在心上 毕竟妹妹们 不都是很得王爷的宠爱吗 去吩咐人 拿些食物给金鱼 是 王妃就没有想过 关于紫丝的问题吗 如今王妃也嫁入王府两年了 可至今为止 也会有声响 王妃刚才话语中的意思是 想要将剑切几人 赶出王府吗 剑切几人每时每刻都在想着 怎么伺候好王爷 虽然一直没有身孕 但也是情有可原 王妃这么说 是在责怪沈策妃 独占王爷的宠爱吗 三位妹妹似乎忘记了 自己的身份了 今日言语的冲撞 本王妃暂时不计较 但本王妃可不确定 每一次的心情都会像今天这么好 至于沈策妃独占王爷的宠爱 这话 段妹妹今后可莫要再说 否则本王妃哪一日露了嘴 对沈策妃说了 恐怕就不妙了哟 几位妹妹 一定要相互有爱 尽心尽力地伺候王爷 早日为王爷开支散业 本王妃在这里 先行谢过几位妹妹了 王妃莫不是被撞坏了脑子 怎么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以前都是她被气得垂胸顿足撒破大骂 可今日却如此镇定 太奇怪了 王妃 现在是回梅园吗 回梅园 本王妃有些饿了 中午让小厨房夹菜 本王妃今日心情好 是王妃 时过赏午午膳之时 厨房来人告知 食物不足 中午没有办法夹菜 不是说没有菜能夹给王妃吗 怎么这厨房到处都是菜 莫不是几位妈妈 欺瞒王妃 红灵拧眉 沉声质问道 这些菜和肉啊 都是这四五天的吃食 熟肉今日夹菜了 那么过两天就没菜了 所以这菜啊 也就夹不上了 请红灵姑娘对王妃解释清楚 不是不夹 是实在夹不了 熟肉王妃真的想吃别的吃食 我可以去大厨房拜托张马 是啊 现在外面的菜价和肉价 都长了大半 所以呀 真的很难夹菜了 既然如此 我先回去回了王妃再说 不是吩咐了红灵 今日夹菜的吗 头上的伤已经好了 这些素菜 吃得有些腻法了 想吃一些别的菜数 怎么还是遗忘的这几样 就这些菜吗 慕容叔抬头 看向一旁上菜的丫鬟 问道 是的 王妃 午膳加不了菜了 小厨房的管事说 银子不够用 存下来的菜不够这几日用的 所以没办法加菜 王妃想要吃什么 奴婢可以去大厨房 让厨娘给做出来 先用午膳吧 午膳过后 你让厨房管事的过来 就当做吃了 无化肥的绿色食物吧 健康 减肥 至于其他的 吃饱喝足了后再说 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刘妈一愣 摇了摇头回道 是王妃叫奴婢来的 奴婢实在不知 王妃叫奴婢来是何意啊 刘妈心里暗骂一声 一个不得宠的王妃 府中的下人 哪一个将她看在眼里了 现在还来质问我 呸 既然刘妈年纪大了不清楚 那么本王妃就替刘妈 好好说道说道 每个月 本王妃都会给小厨房 五十两银子 这五十两放在平常人家 足够生活两年 而且每顿饭 都可以吃上鸡鸭 可是为什么 到了本王妃这梅园 刘妈所管制的 小厨房里 竟然一个月五十两 却只能吃些素菜 想要加个菜 吃个猪肉都不行 区区一个厨房管事 想要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新洋 未免也太不将我 放在眼里了吧 我慕容书 前身不是个好惹的主 亲身更不是任何一个人 可以践踏的主 王妃啊 这五十两 的确是够寻常人家 一两年的开销 可咱们梅园 除了王妃 还有这么多的丫头婆子 这五十两只是保守数目 奴婢掌管梅园两年来 一直尽心尽力 就算银子不够用 也从未对王妃提过 本来想着王妃 也是有很多烦心事 就不敢将此事 拿来与王妃说 想不到今日 奴婢一时疏忽 正让王妃起了疑心 哼 好一个伶牙利齿的 叼婆子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看来是本王妃 孤陋寡闻了 这些事都是一些琐事 王妃不知情理所应当 那么本王妃 从今以后想要加菜呢 是不是还需要 再给刘妈银子呢 如若王妃想吃别的吃事 奴婢一定做 不过 不过 是需要加些银两的 哦 那再加多少银两才合适 再加五十两便足够了 还要五十两 这刘妈 妹妹胃口太大了些 既然如此 红灵 你带着刘妈去见沈侧妃吧 将小厨房每月需要的银两 还有加的这些银两 都跟沈侧妃禀报一下 如若再加五十两还不够的话 让沈侧妃看着情况 再加一些吧 本王妃日日吃些青菜 也腻了 哎 对了 再问问沈侧妃 这没缘的下人们的膳食 都是在本王妃的月线里扣的吗 本王妃可能不太明白 以前在将军府的时候 各个院子的下人 并不是每个院子的主子来负责的 而是由将军府来负责开销 毕竟本王妃也不掌权 也许王府内的规矩 跟将军府的规矩不一样吧 怎么还愣在这儿 下去吧 本王妃想要休息一会儿 哼 既然敢做 就要有勇气承担后果 奴婢跟刘妈先行告退 一会儿出去了 奴婢让小月进来伺候王妃 这时候 有些失魂落魄的刘妈 这才反应过来 立即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请王妃恕罪 是奴婢胆子大 想要欺瞒王妃 其实 每个月五十两的银子已经够用了 没缘的丫头婆这么吃事 也都是大厨房供应 是这个月奴婢没有算好账目 所以才会有这些纰漏 请王妃恕罪啊 今后奴婢一定会尽心尽力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王妃想要加菜 奴婢这就去小厨房 亲自下厨为王妃加菜 哦 可本王妃刚才的耳朵 应该没出问题 既然每个月五十两的银子都够用 那么为什么两年以来 本王妃的吃食 竟然都比不上 在北原的那几个嗜窃呢 不可能两年之来 刘妈都是嗜指吧 既然如此 刘妈看来需要给本王妃 一个交代了 弘林 本王妃累了 这些事情 不都是沈测妃在管理吗 领着刘妈去沈测妃那吧 哎 对了 跟沈测妃说一下 这刘妈 本王妃是不敢再用了 至于梅园小厨房的新管事 本王妃会自行挑选 回王妃 沈测妃将刘妈打了二十大板 然后赶出王府了 嗯 这两日 小厨房的事 由你先代管 看看里面的人哪个信得过 就提了管事吧 当时奴婢将刘妈 送到沈测妃的竹园 当时 王妃正好在 当时王妃并没有任何表现 不过 奴婢怕 此举是否惹恼了王妃 王妃在不在 与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红灵 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好像是一种花的味道 与那胭汁和香粉的味道 有所不同 闻着很清新 这是奴婢 平日里 一用闲着的时间 绣的荷包 里面装着薄荷 薄荷的味道 本就很清新 因为味道很清 所以一般的女子都不喜欢 红灵 你能为我绣一个荷包吗 里面 也装一些薄荷 王妃若是喜欢 奴婢就为王妃做 不过 一时半会儿绣不出来 恐怕要一两日的时间 嗯 不用着急 别用晚上的时间来绣 烛光太暗 很容易伤了眼睛 是 王妃 此妃 王爷怎么会忽然离开了 听外面的丫头说 王爷是去了梅园了 王爷不会今晚会在梅园休息吧 难道他对慕容疏有了心思 慕容疏这样的女子 并非他所喜爱的 他喜爱的是温柔贤淑的女子 可 今日来慕容疏有所改变 难道就是这点改变吸引了他 是不是因为今日留妈一事 王爷有所不满 莫非王爷是愿我没有将王府管治好 除了这等欠满主子的事情 不会的 王爷刚才一点怒气都没有 咱们四个这儿货子担心 沈测飞肯定心里也不好受 的确 该担心的也不是咱们几个 就算王妃到时候得了宠 只要咱们谨言慎行也不会有啥 是 三妹妹说得对 王妃 这些日子是不是该提两个大丫鬟了 提大丫鬟 外面的那几个丫头 你比本王妃应该清楚 提上三个可以信得过 品行上等的丫头吧 这几个丫头容貌都不错 王妃 容貌无所谓 只要是懂得安生就可 惹事的 万不可提起来 如若你为难 就等到明日解决了几个铺子的事情后 让几个丫头进了屋 本王妃来挑选吧 恐怕以前的那些事情 在红灵的心里是个阴影吧 这以前的慕容书也太过悲哀了 一个男人 如果想偷吃 你能防得住吗 还不够累的 王妃不怕这些丫头 有别的心思吗 就是有的话 本王妃能防得住吗 况且这样的事 又不是本王妃能够做得了主的 王爷想要哪个女人 本王妃还能阻止吗 就算王爷想要你 本王妃也得送 王妃 奴婢没有这些心思的 奴婢是个知本分的人 只想要好好伺候王妃 没有旁的心思 傻丫头 你是什么样的人 本王妃还不知道吗 你无心做王府中 众多花朵中的一只 本王妃会成全你的 这几年来 你信心伺候本王妃 本王妃都记在心里 以后会为你存下丰厚的嫁妆 为你寻一门好亲事 况且你蓝心慧智应该很清楚 与众多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难免会辛酸苦涩 日子不会好过 日后本王妃给你的嫁妆 也会让你在婆家挺直了腰把 王妃这么好的人 王爷怎么会不入眼 这是无法强求的事 王爷万福 王妃在房中 此时应该还没有休息 宇文墨来了 王妃 王爷来了 这是两年的头一次啊 想不到王爷今晚就来了 宇文墨怎么来了 他来做什么 不是要和我换爱吧 不对 不可能啊 根据他以往对慕容书的态度就说明 他对慕容书并不来电 那么他今晚前来 是做什么的呢 妈的 我不就是将刘妈仪式推给了沈测飞吗 至于吗 这么护短 况且刘妈仪式和沈测飞在背地里纵容 有绝对的关系 此事不让沈测飞处理 让谁处理 我可没有道理 别人拉完屎 我去给他擦屁股 实在不行的话 别他妈的磨叽 这偌大的王府待着 也不咋舒服 实在不行 就修书一张 罢了 现在猜测也没用 就看看他的目的吧 奴婢见过王爷 王爷万福尽安 妾身见过爷 无需多礼 起身吧 装什么酷 不会一会儿要为了生活 要委屈我 跟他那啥吧 伺候本王休息吧 妾身有罪 恐怕要扰了爷的兴致了 好巧不巧的 今日妾身鬼水来了 如若爷不嫌弃的话 妾身这就去沐浴 要伺候爷 也是可以的 看来真是不巧 如若爷嫌弃 妾身就在屋中找个丫头伺候爷 男人都是如此 你越是主动 他越是觉得厌烦 你若是推却 还真有了几分欲情故纵的样子 我今儿个 就将以往慕容书的心灵 会声会色地表演出来吧 无需如此麻烦 果然啊 他的心中根本就没有慕容书 那他来干什么的 只是忽然想起了 自己还有一个正妻吗 过几日 慕容大将军就会归朝 到时候你跟着本王回将军府见大将军 慕容将军归朝 原来如此 怪不得宇文墨会突然来死 原来是为了安抚我 别到时候去将军府告状啊 哼 真是恶心人 他当我是毒药 我还当他是牛粪呢 王妃 王妃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测妃的手就是巧 将这个牡丹绣得是活灵活现的 甚是好看 再有个三五五日 差不多就完工了 哼 这是打算 绣好之后给王妃做一件披风 奴婢就说嘛 王妃的心中只有沈测妃一人 否则王妃 也不会出去又回来了 白了午饭后 你去梅园 邀请王妃回来聚一聚吧 都别太拘束了 本王妃两年来头一次见你们 也想好好聊聊 王妃有事直接吩咐 小的们自是鞠躬尽瘁 尽力而为 是 王妃尽管吩咐便是 这账本 本王妃都已经看过了 这两年来 虽然铺子生意不如以往 但是仍旧是盈利的 王妃放心 明年的盈利 肯定比今年还会多的 这账本上的支出和收入 都是对的事吗 小的不敢有所隐瞒 账本上的每一笔账 都是小的极为认真 所记录下来的 很好 小的这两年来 一直尽心经营铺子 虽然最初有些亏本 但现在都已经盈利了 固人不多 但也是付出了的 小的以后 一定会再尽尽心 既然你们都说 账本没有问题 铺子的生意 也越来越好 那么 就请几个掌柜 跟本王妃好好解释一下 这账本里面 不知所踪的五万两银子 到哪里去了 五万两 王妃 这 这一定是误会啊 五万两可不是小数目 小的以人头担保 这账本绝对没问题 小的可不敢欺瞒王妃啊 禀王妃 我们五家铺子 加在一起 每年的盈利是六百两左右 数小的鱼顿 实在不知道 王妃所说的四万两 是怎么回事啊 莫不是有人 在王妃跟前嚼舌根 王妃莫要听人胡话 铺子中所赚的银子 小的们都清清楚楚地 写在了账本上 绝对没有错 这可真是冤枉 小的一直以来 都是兢兢隐业 不敢有所欺瞒 这 这五万两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从你们走进这屋开始 说出口的话 就没有一句是真的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账本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 谁弄捂了你们去 莫不是你们认为 本王妃好糊弄 仔细你们的皮 乱七八糟的账本 虽然看起来杂乱 但却无法掩盖住 你们有意的隐瞒 刘掌柜 你吞了八千两 江掌柜 吞了一万一千两 杨掌柜吞了 一万一千两 罗掌柜吞了一万两 红掌柜吞了一万两 总共加起来 是五万两 亏你们有好心思 编这账本的时候 费了不少的心思吧 如若本王妃没有戏肯的话 还真被表面的账目 给欺骗了去 王妃 或许是小的们有所纰漏 在账目上有做错的地方 但是说小的们 贪了铺子里的银子 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就算给小的们 十个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这么做呀 请王妃明察 这铺子就这么大 小的几个 怎么可能会如此大胆 贪了五万两的银子 这可是个大罪啊 都说自己没贪 本王妃也不可能 硬要栽赃你们 既然你们都说自己无罪 没有贪了本王妃的银子 那么 就将你们交给应天府 查个清楚吧 相信应天府的胡大人 应该会给本王妃 一个很好的交代 如若你们没有贪 本王妃自会给你们 一些补偿 不过嘛 如若你们贪了 那就别怪本王妃 没有给你们活路 王妃 请王妃 给小的们一个机会 小的们一定会查清楚的 一定是账目出了问题 这些漏掉的银子 小的们会尽快补上 恳请王妃 再给因此机会啊 不过 念在这几年 你们掌管铺子也尽力了 本王妃这一次 就给你们机会 让你们想清楚 究竟这银子 是不是贪了 给你们五日的时间 重新作战 同时 缺了多少银子 一两不差的补齐过来 如若让本王妃察觉 再有纰漏 那么 你们就等着一家老小 陪着你们 一同关在应天府吧 王妃怎么不将他们 直接送去见关呢 他们的心够严 竟欺瞒王妃 他们还是有些本事的 一年之内 能够赚下四万两银子 不过就是有野心 想必通过这一次 应该有了教训 况且 这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人 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就让他们暂且管着吧 那王妃不怕他们 还会欺骗你吗 他们现在没那个胆子 而且就他们做的账 只要有一丁点的纰漏 都无法瞒得住本王妃 沈侧妃 怎么忽然邀请王妃品茶聊天呢 本王妃也很想知道 或许是真的有好茶 想让本王妃品尝呢 望月亭 听说这亭子 是语文莫命名的 她和沈侧妃 经常在晚上过来 在这亭子里坐坐 两个人一个弹琴 一个吹销 可当真是天作之合 哼 压倒 看起来 我倒是被人唾弃的第三者了 可惜了 这么个美人 却落得与人共享一夫的下场 虽然身份是个侧妃 但也是个妾 如今更要防着我 夺了她的宠爱 真是够累的 妹妹给姐姐请安 奴婢见过王妃 妹妹无需多礼 快快起身 妹妹有心了 这几日 姐姐养伤 有些闷得发慌 正想找个人好好聊聊呢 妹妹就让人邀请了姐姐来 妹妹想邀请姐姐 品什么好茶呢 这茶是西湖龙井 贵妃娘娘从宫里送出来的 只有二两 甚为稀罕 正好想要请姐姐一起来品尝品尝 上等的龙井茶香气青刀持久 香腹若兰 汤色性绿 清澈明亮 夜底嫩绿 云其成朵 牙牙直立 栩栩如生 令人沁人心脾 耻尖流芳 回味无穷啊 如此详细的解说 以为我是土包子 什么都不懂吗 这泡茶嘛 最好一泡只冲四次 一为皮 二三为肉 四为吉 四冲之后 茶汤基本转薄 四泡茶浸泡的时间 应该依次增加 出茶四字绝 滴 快 云 静 出茶不宜高 高则香味散失 泡沫四起 对客人不静 快 使香味不容散失 而且保持茶汤热度 云 表示对客人一视同仁 静 茶水沥静 茶叶不宜浸泡过酒 茶汤不会苦涩 姐姐竟然如此懂茶道 看来是妹妹捉见了 日后一定按照 姐姐所说的去泡制茶 果然是好茶 茶色清醒 入口唇齿流香 果然是上等龙井 姐姐要谢过妹妹了 如若不是妹妹 今儿可还品尝不到 如此好的龙井呢 姐姐这是哪里话 你我共是一夫 亲如姐妹 这些东西 理所当然的 要与姐姐一同分享啊 姐姐的院子里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妹妹去伺候王爷用晚饭吧 王妃究竟在打些什么主意呢 说是以前 只要王爷出现的地方 她一定会用各种办法接近 赎金侧妃 您邀请她留下来 陪王爷一起吃晚饭 王妃竟然是推剧 王妃为何不打算 留在竹园吃饭呢 王爷正好也在 别人家的好事 本王妃怎么舍得去破坏呢 况且他们两个人 都不想见到本王妃吧 本王妃又何苦去惹人嫌弃呢 弄得他们食不知味 王爷万福 吃晚饭吧 今儿个下午 见前邀请姐姐来品茶 聊了一下午 刚才还想留姐姐用晚饭的 结果她说有事要忙 便离开了 今儿王妃将你们交到这里 没有别的事 只是想要从你们期中 挑选三人出来做大丫鬟 贴身伺候 这些小丫头 感情把我当作猛虎野兽了呀 这么怕伺候我 王妃可是看好了那三人 你们三人都向前一步 抬头看王妃 就他们三个吧 请王妃另选他人 奴婢是个粗人 不敢伺候王妃 而且奴婢做惯粗活了 很难做细活 实属是奴婢上不了台面 怕输了王妃 抬起头来 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 在王府里当差几年了 王妃在问你话呢 奴婢叫秋菊 今年十六岁 自小在王府里长大 哦 说说 为什么不想提了 做大丫鬟呢 奴婢实在是愚笨 做了大丫鬟 将面临很多问题 而奴婢 实在没有那份能耐去做 说是做错了 定会为王妃引来麻烦 做本王妃身边的人 最重要的不是聪明 而是忠心 所以就安心地做大丫鬟 奴婢云梅 今年十五岁 奴婢清平 今年十四岁 谢谢你 红灵 主子这是说哪儿的话 这是奴婢应该做的 过些日子 等着薄荷的味淡了 奴婢再给王妃重新做一个 那三个丫头如何了 王妃放心 他们都很勤快 凡是王妃交代的事情 他们都会尽快地完成 而且从未有过怨言 就算其他院子的人 来向他们打听王妃的消息 他们也都坚口不言 很好 你多加调教一下 是 奴婢记下了 无风不起浪 平静中 总有危险暗藏着 今儿个 风势有点大 而且天气暗沉 明日 恐怕会有一场暴雨 如若明日几个掌柜不来的话 就去报官吧 王妃的意思是 这几个铺子的掌柜 会有别的心思 不想将摊价的银子拿出来 还是 本王妃希望他们明白 机会只有一次 不珍惜的话 那就必定要为这点贪心 付出代价 王妃 几位掌柜的来了 让他们在偏房等着 他们最好别有花招 几个掌柜在偏房忐忑地等着 小的们参见王妃 起来吧 启禀王妃 回去之后 小的们核实了账务 的确缺了四万两的账务 不过 已经补上了两万两 剩下的两万两 请王妃再宽限几日吧 短时间内 是无法将剩下的两万两补齐 是小的们管理不严 才会导致出现如此严重的错误 可五日时间实在是太过紧迫了 小的们就是有通天的本领 也无法将此事办妥呀 请王妃容许小的们 在拖延几日将剩下的补齐 小的们为王府办事 已经有十几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请王妃看在小的们 还算忠心的份上 就暂且宽限几日可否 不是小的们 不想将这四万两全数交出 而是实在无法呀 本王妃已经给了你们一次机会 是你们不懂得珍惜 那么 就不要怪本王妃 不给你们留情面 弘灵 差人去应天府 是王妃 奴婢这就去吩咐 王妃王妃 五人同时惊呼 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不如将时间说说 或许我们还能有条出路 是啊 只能赌一把 如若被送入应天府 我们都完了 这其中 肯定另有猫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如实说来